道牌索引源于实际应用中,需要根据属性的值来查找记录。 这种索引表中的每一项都包括一个属性值,和具有该属性值的各记录的地址。 由于不是由记录来确定属性值,而是由属性值来确定记录的位置,因而称为道牌索引。 带有道牌索引的文件,我们称为道牌索引文件,简称道牌文件。 在关系数据库系统里,索引是检索数据最有效率的方式,但对于搜索引擎,它们并不能满足其特殊要求。 一、海量数据。搜索引擎面对的是海量数据,像谷歌、买录这样大型的商业搜索引擎。 所以都是一级甚至百亿级的网页数量,面对如此海量数据,使得数据库系统很难有效的管理。 二、数据操作简单。搜索引擎使用的数据操作简单,一般而言,只需要增加、删、改、影响的功能。 而且数据都有特定的模式,可以针对这些应用设计出简单高效的应用程序,而一般的数据库系统和支持大而全的功能,同时损失了速度和空间。 最后,搜索引擎面临大量的用户检索需求,热邀请搜索引擎在检索程序的设计上要分秒逼争,尽可能地将大运算量的工作在索引建立时完成,使搜索运算尽量减少。 一般的数据库系统可难承受如此大量的用户警求。 而且,在检索响应时间和检索并发度上都不及了我们专门设计的索引系统。 盗牌索引有两种不同的反向索引形式,一条纪录的水平反向索引包含每个引用单词的文档列表。 一个单词的水平反向索引又包含每个单词在一个文档中的位置。 后者的形式提供了更多的兼容性,但是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来创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